好,我们这个题目叫做 从西武主义的黑手 飞扬、茫然、洁望 到恐怖主义的激情以愤怒 因为我们这一篇文章的学者很厉害 他就是 他就是 因为很多人都有在写恐怖主义 然后都会写恐怖主义的各种原因 各种原因 大部分都是讲那所谓的种族 大部分都是宗教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阶级 那所谓一大堆 就是产生不满了什么 可是这一篇文章的作者 他是比较从哲学思想上来讲 说恐怖主义一个很大的原因 怎么办?就是西武主义 从西武主义怎么办? 就转到恐怖主义去了 那我们来看看西武主义到底多难过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叫T.S.Elliott 我相信你可能没听过 很想念 空心的人 面对荒原 在讲我们现在的世界的人 Hello man H-O-L-L-O-W Hello man Facing a Westerland 这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家的Backett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叫做Waiting for God 那个Gott就是God的意思了 那一个戏剧很简单 那一个戏剧就是 从开始就是在舞台中间就有一个人这样做的 都不讲话 也没有动作 就一直等一直等 那怎么办? 那神怎么样? 你等了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五十分钟、九十分钟 有没有来?没有来 他这个是一个很现代的这一种 否刺的戏剧 等待永远不会来的神 等待果夺 你等待的就是空物 然后最有名的就是莎士比亚 有一个悲劇叫马克白 这个你们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西洋文学 你这个一定要去读马克白 因为那个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讲得非常好 老师非常喜欢亚里斯多德 因为他非常有学问 他有这个政治学、伦理学、生物学 还有这个所谓的诗论 这个诗论是在唐国瑜学 他理念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读悲劇? 因为悲劇会让我们人类产生 carsis 的作用 carsis 就是敌切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 他居然被命运作用 或者是居然是因为自己的无知 犯下种种的错误 然后发生这样的悲劇 对不对 我们就内心里面什么?警惕 产生我们一种所谓的心灵洗滴的作用 希腊文的carsis 所以他就讲说我们一定要去读悲劇 不读悲劇的人是水准不会提高的 然后赵斯里亚有四大悲劇 这个Makbeth Makbeth就是一个将军 后来就是把国王杀掉 创位当国王 可是当没有几天就被人家推翻了 他里面有一个精彩的独白 Monologue 对白是Dialogue 独白 就自己一个对的台下观众讲 他讲什么? 生命不过是个行走的眼泽 可怜的眼言 在人生 这个舞台上 一时阔步 但也充满难忘 然后这个人的故事 就不再被人听了 只被撒字说到 然后满字喧嚣 象征空人 满字喧嚣 他的英文是Sung and Fury 后来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家 叫福克纳 福克纳就写了一本小说 他的名字叫什么?Sung and Fury 所以那个就是说有读书跟没有读书 就知道说那个典故哪里来的 再来呢 如果你是东方的话 你敢佛教 佛教哪里呢? 人生三八辈子 四苦 然后所谓的 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四大元素 风地水火 结果怎么样? 四大皆空 都是不真实的 不实在的 那代表儒太教基督教 最有名的西乌主义 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圣经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因为圣经里面的题材太丰富了 你如果读他的雅各 就是情诗 你读了他的传道书 就是虚无主义的智慧书 你读约伯记的话 就是一个在跟上帝挑战的一本书 犹太教跟基督教 就是旧业圣经里面的传道书 讲什么? 虚空啊 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无用于捕风 知识越多烦恼越多 那他说我怎么建议 别想太多 享受每天单纯的吃喝老做 就是幸福 所以很多人就读到传道书 奇怪 这个怎么会不会在圣经里面 这个应该把它剔掉 这个太灰色了 基督教不是这种思想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说 基督教里面也有这种比较灰色的思想 就是在传道书里面的 好 这个很有名的 你们知道卡谬嘛 全在如意小说加卡谬 有没有 异乡人啊 对不对 还有他有一本书就是那个 先佛西施神话 先西佛师神话 先西佛师神话就是希腊神话 他就是每一天就 就滚一个石头怎么办 上山 然后怎么办 然后那个石头怎么办又掉下来 又掉下来 每一天就在滚上去 不掉下来 就掉下来 这样子 他说什么 你不要吵架 佛西施神话 每天干那个事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世上的人 每一个人就是都是佛西施神话 每一个例行公司 我问你 你每一个例行公司什么 起床 刷牙 洗脸 吃早餐 然后大公车 上班 对不对 时间到了 干嘛 中午休息 吃饭 要上班 时间到了 下班 回家 干嘛 看电视 对对对对 日复一日 对不对 日复一日 周复一周 夜复一月 年复一年 只要有人问说 不爱 我们为什么要每天这样子过日子 对吧 就开始怎么办 产生问题了 对 结果他说 我这样过日子有意义吗 对 有什么意义 有价值吗 人生就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你就陷入什么 陷入西无主义了 其实没有意义嘛 是不是 那没有意义嘛 那你说 我最起码是一个娶老婆 那个生为小孩子 那很爱小孩子 我这个工作就是为了养家活口 所以我感到 还是很有意义啊 如果你讲这个 你如果是读那个 德国那个悲观主义哲学家 数本华的书 你就会觉得说 你的意义又被打破了 为什么 因为数本华讲得非常清楚嘛 什么叫做爱啊 没有爱 那是一个人呢 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他这一个 就是 就是会 所以这个人体里面 那个chemical 就是会发出 比较多的这个肾上腺素 会发出那个多巴胺 那这种东西怎么办呢 就是会让你什么 会让你看到 你喜欢那你异性的话 怎么知道 就会什么 进入什么 进入这种幻想世界 知道吗 那非常喜欢 突然怎么办 结婚 男生有性关系 有性关系之后 男生怎么办 多巴胺会继续分泌 就像那个鸦片一样 因为多巴胺会让你 非常快乐 知道吗 所以男生就非常喜欢 fuck 那女生被fuck之后怎么办 他身体会产生黄体素 就是雌性激素 那黄体素就是会让女生 很想要跟男生 依味 依恋 这一种chemical 所以 数本华讲得很清楚啊 这个 男女之间根本是一种盲目的 身体的chemical 所造成的 一种这种盲目的 这一种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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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然后在盲目的关系当中就是 臭小就产生厚大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等到你结婚几年之后 你那个chemical消退了 你的幻象不见了 你就看到婚姻了什么 真实面 哎哟 这个老婆怎么又看你像软脸薄啊 以前不是很温柔吗 你怎么结婚又变这么凶啊 哎哟 以前爱我爱得不得了 现在就是 只是 只是 只是每个月就是 薪水到了就跟我要钱 就把我当体管器 那你都不理我 整小孩 对啊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跟他说 你娶妻生子 为这个家庭奋斗很有意义 那你去看俗本华来说 我一看就没有意义 好 然后呢 启蒙 启蒙就是 英文就很棒了 Lightman 这个让这个光 到脑袋里面去 启蒙 教育 科学 理性 这就是从西方 这个十六十七十八十七十七 除媚 除媚 除去以前的那种 鬼媚 暧昧 迷信 取代宗教迷信 使人在世俗化之后 使人这个在西方世界 在这个世俗 Secularize 之后 还可以在所谓的 现代性 Modernity Modernity就是启蒙教育 科学理性 知道吗 你还可以在现代性当中 找到安生立命的基础 因为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启蒙 教育 科学理性 你知道吗 我们就会说 这个社会会 科学昌明 日益进步 然后那个 医学 这个科学 什么什么 越来越发达 那所以 我们是 人类是进步的 文明是在前进的 你就会觉得 我们是有意义的啊 找到安生立命的基础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 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落后的社会 甚至还在 Premodern 还在 Premodernist 还在前现代 前现代 像中国大陆很多乡下 就是 Premodernist 可是有很多国家怎么办 老早就已经到了Premodernist 就是后现代 到后现代 后现代 怎么样 打破大序数 转到小序数 什么叫大序数 大序数是想什么 这个国家 战争以和平 天使以魔鬼 这个所谓的善与恶 这种大序数 人类的大序数 但是后现代 怎么办 已经对那些大序数 就很厌烦 觉得说那些 那些大序数 讲的太多 根本就是无聊 也没有真正的 是这个所谓的应验 所以怎么办 我不要再听那种 什么国家民族 大义 什么以大义 我现在只要的就是小序数 对不对 所以转到什么 小序数 转到 小序数就变成强调到 强调这个所谓的个人的 片面的 主观的这一种人生的感受 然后呢 你这个从 现代性转到后现代 很多的大道理 大支柱都被打破 那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感觉到 一切没有意义 一切没有 都不实在 一切没有道理 譬如说 譬如说老师啦 对不对 老师的年纪的话 那小时候就经过 那个蒋介石 开始跟这个蒋介石 那种很烂的独裁同志 对 对 然后又经过这个 李登辉开始民主 然后又做外 就经过那个 所谓的 国民党这个 跟民进党这一种 那我们就 我从 当以前 小时候的梦想 这个很不错啊 这个已经 威权奴才 白色恐怖结束啦 走上民主啦 诶 又政党伦理啦 这年和平转移啦 我们国民党 这个乱政典拿掉了怎么办 民进党可以上来 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结果 结果到现在为止怎么办 可能老师已经开始变虚弱了 哈哈哈哈 这个其实西方老者就虚弱了 你说 你今天如果你是哪一个 哪一个政党上台 干嘛 都一样 都一样烂 你知道吗 懂不懂 所以 所以怎么办 你就感觉他就说 改革也没意义啦 革命也没意义啦 怎么晓得 你今天 你今天辛巴威 这个Mugabe下来 换一个新的这个上来 会更好吗 我跟你讲 不会更好 一样烂 甚至更烂 你知道吗 而且他外号叫厄语 你知不晓得 可不大 更凶悍 那感到一切无意义 不实在 没有道理 你只能够歹薄 又不甘心 你处在这种西无当中 有些人怎么办 有些人撑不住去 他为了证明自己活着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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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美食家 很简单 你什么时候 会哽得到自己脖子 吃啊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哽得自己脖子 美食家就靠饮食 靠这个好饮欢宴 好色者就靠什么 靠这个Fuck 为什么 因为Fucking 也是让一个人 可以感觉到他是活着的 一个重要的活动 知道吗 如果只有Fucking 单一Fucking 不够的话办 就是杂交嘛 勤交嘛 对不对 还有这个Wife Swapping 换妻嘛 对不对 但是一般人的话 来办 我就投入什么 我就要投入一个 轮廓比较清晰的团体 以组指示 那盖下证明他们存在 盖下证明我们活着的大事 杀人 杀一心人 杀一大心人 像这个 这个上个礼拜五 埃及西奈沙诺的大清真寺 礼拜五祖麻 礼拜五祖麻的时候 做礼拜的时候 汽车炸弹 Suicide Bomber Cut 砰 到目前为止得记 十二三五 你看 那你说 你说那些自杀这张课 没有性教吗 有啊 还有新教 没有新教 可是问题是 宗教 第一个趟 可能宗教在外奖 已经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 就像有很多基督徒嘛 他说有基督徒 可是他也不做礼拜 也不读圣经 也不祷告啊 他说你也平均是圣诞节过去 领礼物啊 这样子啊 也很多人就是 说自己是穆斯林 可是礼拜五的祖麻也都不去 可是礼拜五祖麻真的很难去 因为你是礼拜五 人家要上班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那个什么宰生节啊 什么什么开灾节 什么也都不参加啦 也不守戒啊 对不对 宰建一也不守戒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他表面上保持是一个宗教 我事实上宗教对来讲是没有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时候怎么办 有时候他不是没有 而是那个宗教怎么办 给他很多教导怎么办 这个教导怎么办 很可能怎么办 走错路线 走错路线 也就是说 譬如说 譬如说圣经那么大 那你没有人 你自己的知识程度不够 没有人给你教导开导 结果自己读一番 传道书 读完之后怎么办 这些想自杀 读完之后 你不要说 你信错了 因为基督教不会教人自杀 基督教讲就是生命来自上帝 也只有上帝可以取证 知道吗 所以就说 有时候怎么办 宗教给你一些错误的教导 错误的教导 比如说 我们是打几下的圣战 只要是打几下的死掉了 怎么办 都可以进什么 进天堂 所以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 他让他这样子为真主而在 他怎么办 他必定上天堂 这个不是只有伊斯兰这样子 你们知道 中世纪的时候 西方 教皇 教皇 这个 鼓动大家 搞一个所谓的十字军东征 他也是一样 就亲口 我以教皇的这个生命地位讲 为十字军东征 正王的人怎么办 直接怎么办 上天堂 是不是 对 对 对 所以 这个就是说 你活在西无主义当中 你不甘心 干嘛 我去加入那种混合比较清晰的团体 混合比较清晰的团体 白人是这样子为 这就是轮廓非常清楚了嘛 我就排斥 排斥你们这些非白人 排斥你们这些非基督徒 就轮廓非常清楚了 那有必要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用个驱赶的 还不是用屠杀的 你在这个缅甸也是一样 缅甸佛教徒 他就叫佛教恐怖传体 我就屠杀驱赶的 罗兴亚的这些穆斯林 对不对 那 这个就是什么 轮廓比较清晰的团体一种子 现轮廓最清楚的团体一种子 就是这种 宗教的恐怖主义 还有这个所谓的 种族的恐怖主义 然后参加的人 怎么办呢 他感觉他活起来了 他开始感到他的生命的 存在着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 干嘛 全世界的人都什么 都在关心 比如说 爱迪的这一个 发动恐怖 青春市 杀了235个人这个团体 他们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总算大家知道我们的 什么 存在 知道我们活着 这很重要 因为虚无主义就是你活着跟 行尸走路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干了大事 我活着 我存在着 而且我干了大事之后怎么办呢 发生impact 发生influence 但是怎么办 表示我是有用的 有价值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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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